这里我们会讲进阶的空间功能 这里有几张桌,一个基本的课室 但这些人是不会动的,按Player 就算他有些动作都是原来动的 可以令他动多一点,例如这个 假设这个我们叫Teacher,这里可以改名的 这个就是Teacher,改名先 Animation,假设我想他走 假设我想他不是Poser,是Action 是Walk,但这里是原地动的 原地Walk,我再Player就试试 他没有向前的动作 我想将他真的动,我就要借助CodeSpace 有编程功能Coding的功能 其实好像Scratch那样,我们就要加Coding 可以控制每一个物件的动作 右上角,L键,Code 你要选CodeBlock CodeBlock 我想要令到Teacher是会Move CodeSpace的好处是可以搜寻Code 例如我想知道他有没有Move的Code 可以搜寻Code 可以搜寻Code 就是会找到的 Move NoItems 这里有个Command 好像Scratch的动作都有的 Scratch的Block也有个Move的Command 现在只不过是3D的场景 但没有Teacher 这里找不到Teacher 为什么呢? 原来要再做多一点东西 Double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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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开着Teacher的Coding Code Code 一定要开着Turn On ActionUse inCode Code 这裏Code 就会出现 再来一次 如果Code 你删它 这里又没有了 move can't find,没有teacher,no items Crospace自动是你自己的新物件,这个是没有开着的 这个你要主动开着它才行,coding的版面才会出现 这里可以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向上,向下行 5米不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不是5米来的,即是正式 当它用10秒钟走,10秒钟就行得是真的 可以按play,它就会向前行,可以控制到它的动作 例如向前走完5米,我又向后走5米,可以按三点 可以按三点,duplicate的compan,都是类似scratch 返回头,或者走快一点点,5秒钟 5秒钟,play,这样就会,记得向前行 动作很流畅,向后走好像古怪些,但好像moonwalk 理论上这样就可以控制每个物件移动的位置和速度 但是呢,逐个去搞,move,即是有时间搞啦 有个好些的做法呢,Code Space呢,有个充平的做法